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才艾達有提到了 就是賓士的A-Class跟Infinity的Q30 他們兩個算是心臟互換的概念 應該這樣說 如果說以表列上 現在這個新世代的賓士A-Class來說 跟Infinity Q30的關係就沒有像 就是不太是使用雷諾那個 對 舊世代的A-Class 大概還是整個底盤架構 引擎 包含的內裝部分很多 在Infinity Q30確實是有採用 但是以新世代的A-Class來說 跟Infinity Q30相比較 基本上Infinity Q30就舊了 至於賓士有沒有比較遜色 那是智希說 不是我說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跟他明明就挖了一個坑給他跳 他自己要跳的 那當然賓士A-Class的A180來講 他的售價要高達160萬 那Infinity Q30是149萬 也是這四款豪華品牌 仙背車裡面價格最低的一台車 也就是說入手的門檻是最低的 但是你要看啦 如果以排氣量來算的話 賓士A180排氣量是最小的 是最小的 最小的 所以出門的時候 人家就會講啊 你這隻 青衣 青衣 那個感覺跟2000的 那種感覺就是會有一點點差別 不過再來講性能的部分 不管是這個馬力或是扭力啊 賓士的A180也是最小的一個部分 但是他的這個加速成績 還算是OK啦 比起Q30要來的好 但是畢竟是不同世代的一個產品 那如果真的要買 我會這樣覺得 當然左邊三台是歐系的 這個豪華品牌的仙背車 右邊是這個Infinity 是日系的血統 當然Infinity他有非常好的一個質感 這種日本職人這種細膩的一個氛圍 我覺得這個課程基本上呢 本來就已經切得很開了 買Infinity就買Infinity 買日系就買日系 買歐系就買歐系 那買歐系的時候你就會在 A180跟B&W的E8i裡面 可能就會去做一個 很衝擊的一個選擇 那MINI為什麼我不拿出來講 因為買MINI的人 他就是買MINI的人 對 真的 所以基本上 不會因為其他兩台車配備有多豪華呢 我就不買MINI 我就還是要買MINI 那個邏輯是這個樣子 所以E8i跟A180在這個時候比較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有一點點差距 當然冠儀你是問我說Q30跟A180 在動力性能上面 對 動力性能上面其實 你看嘛 馬力扭力是一回事 加速性又是一回事 排氣量 你有沒有一定要覺得說 排氣量大的就是比較 其實已經相差不遠了 而是你願不願意多花這一點點錢 例如說這個 149萬的Q30 Pro跟A180的160萬 來說 他的價差只有11萬而已 那要不要從日系品牌 晉升到歐系的豪華品牌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很值得思考的重點 如果說以這個11萬的價差來說 還不到整體車價的10% 然後呢如果你是貸款買車 如果貸這個6年 5年60期的這種期數來說 大概一個月少抽5包煙 你就可以繳得起這個貸款 所以你要選擇哪一個 日系的豪華品牌 還是歐系豪華品牌 我覺得觀眾心裡面 自己都有一些想法跟打算 其實以這個點來看 到底要選日系豪華品牌 149萬的還是160萬的 歐系豪華品牌 如果我們從動力上面 很難抉擇的話 當然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在配備上面 你看完之後 也許心裡就會說 喔好那我大概這11萬 也許它差的差別在你心中 可能會更大 那我們首先要來看一下 這個118跟Mini Cooper S的部分 他們價格其實還蠻相近的 但是在配備上面 以這樣的價格 我到底能夠買到 什麼樣的配備呢 Marco 如果光看這個表格 真的只要有腦袋的人 都會認為 哇這個Mini Cooper S配備 也太少了吧 169萬的車 可是他很好看 連個ACC都沒有 沒錯就像冠儀講的一樣 也就是像剛剛艾達講的一樣 我會買Mini的人 他就是會買Mini 對 我不在乎 有沒有ACC 這個車是手搖窗 放卡帶的音響 甚至沒有冷氣 他們還是會買Mini 那這太浮誇是不能接受的 當然這是講的誇張點 對 但其實Mini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對 就買Mini的車 已經把它當成一種信仰在膜拜 就是我開Mini 我今天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要開Mini 我從小就有一個夢 我長大要開Mini 真的 我買Mini的時候 我有一個夢 我就是要買COOPER S 因為我要享受它那個操控性 所以說就像剛剛自己介紹 Mini COOPER S很明顯 動力是強過118i 換句話說 雖然你買Mini COOPER S的話 以配備上來看 我們看這些硬邦邦的這種 規格配備表 Mini COOPER S的配備真的沒有118i那麼好 但是它的性能 第一 比較優秀 第二 它的操控感 跟它的這個 所帶來這種信仰的價值 還有你開在路上的目光度 因為開118i出去 你開一台V輪出來這樣 但是你如果開Mini COOPER S 你開Mini 就坐一下好不好 這車真的很可愛 大家就會 你瞬間這種 如果男生開 就覺得好時尚 男生開 你身邊旁邊就會馬上圍著一群 很多妹 迷妹 如果女生開的話 就會有一群迷妹跟著你 想要一起出去把哥哥這樣子 所以這個車其實是非常受到歡迎的 那買這些車 買Mini的人 它其實對於這種什麼ACC AEB 它確實它會在意 但是沒有它也OK 但是買118i就不一樣了 買118i的課程 因為畢竟就像剛剛都有提到 這是屬於入門的設定 所以買家他就會計較說 那我付的163萬 我得到了什麼東西 那現在這樣子看起來 163萬 其實得到已經很完整了 沒錯 當然不是那種大全套什麼 很豐富的誇張的配備 但是ACC AEB 車道便宜 甚至自動停車這些東西 163萬 你可以買到一台B&W 你可以買到 要擁有這些配備一台E8i 而且現在這個豪華運動版 剛剛智希有介紹 首批還送電動尾門 還有電動腰靠 所以我覺得這個兩個其實 你要拿來比好像可以 可是實際上比起來好像沒什麼意義 真的是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因為其實 以這兩款車喜歡的消費族群 它就很明顯的就是不一樣 沒錯 那除了這兩款車之外 我們接下來也要幫大家比較 剛才艾達說 以像11萬的價格來說 你要買日系豪華的先輩車 還是歐系的 難以抉擇對不對 看一下這個表格 也許你心中就會有答案了 鄭杰 沒錯 這個好像是來跟艾達吐槽的感覺 有沒有 但是實際上是你如果把價位放上去以後 再把配備列出來以後 就很明顯了 不過跟剛剛Marco講的有點像 很多人 台灣的人 對於賓士則是有那樣子的一個 我長大一定要買一台賓士 沒錯 這是Infinity相對比較弱勢的地方 但是如果說你持平而論 你是個理智的消費者 甚至你會知道說他們其實系出同源 他們本來就有情愛糾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你可以看到表列得很清楚 ACC就是主動定速巡航 還是像車道偏移輔助 還是像Killax這些東西 在賓士A180上面都要選配 都要加價選 它不是沒有 而是我要加錢才有 你如果只有160的話 是絕對沒有這個配備的 但是在Q30 Sport的149來講 雖然它少了11萬 但這些都有 所以這樣一比下去 A180如果把這些都選上去的話 可能一定是破170 甚至要直逼180去了 這時候架差就不是11萬了 就可能是20萬 30萬的事情 這樣比起來是不是就有點 A180沒有Killis喔 對 它是要選才有 我對Killis這件事情滿在意的 只有引擎啟動鈕 對 半套的 有引擎啟動鈕 沒有Killis 沒有辦法 放口袋就直接發動了 這真的不方便 是 每個人重視的東西不一樣 那你想要就得加錢 就是加價選嗎 是的 所以我才會說Q30 如果你是個理性消費者的話 它是真的值得推薦的原因 就在此了 好 看完之後其實 更模糊了我覺得 因為其實真的每一個產品 都有它的特色 還有它的強項在裡面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 如果你也是有選擇障礙 而且你最近真的 比如你周圍的朋友 甚至於你自己正好想要選 這類型的豪華集聚的 先輩車來說的話 艾達你會怎麼樣建議消費者 其實以這四台車來說 我還是要把MINI 把它撇除在外 因為它就是像神一樣的膜拜 因為我已經 我也長大到一個程度 我也有買了賓士 我現在還是會想要再買MINI的車子 其實我買過超過10台的MINI車子 所以MINI我們不在這個討論範圍之內 那因為講到理性感性 我先講Infinity的Q30好了 我一個朋友是一個刷卡達人 他最近都在研究這個什麼刷卡 這個回饋最多 因為他可以一年刷卡可以刷到 換這個環遊北半球一圈的 頭等艙的機票 刷卡的紅利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精打細算 以及非常重視這個CP值跟這個 這個花錢要花的物有所值的人 他的座架就是INFINITY的Q30 怎麼會這樣選呢 從表上一看你就知道了 動力輸出也不差 又像安全配備又滿載了 然後他的這個內部的心臟 又是賓士的這個系統啊 當然他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課程出現了 所以INFINITY的Q30當然就是所謂的這個 務實的買家啦 不介意歐系品牌或是日系品牌的這個 消費者啦 那當然他的CP值是最高的 那我覺得現在最難選擇 應該就是賓士的A180以及 B&W E18i這兩款車 因為價格只差了3萬塊錢 只差3萬塊錢 可是呢你看喔 現在E18i的這個配備 這是標準的配備 跟A180的標準配備 多3萬有多這麼多東西 再加上他現在新車上市還有送你一些 東西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講了 即便他是118i B&W的入門車款 他還有這個 類似他老大哥運動性能的一個外觀 不像A180這麼的陽春的感覺 我覺得 如果以前面幾個月的銷售數字來看 當然A180還是目前這四款車裡面 銷量最好的一台車 憑良英說他是銷量最好一台車 三台車加起來搞不好都沒有比他厲害 但是呢我覺得因為B&W的118i是新車 也同樣跟180是新世代的車 那新上市啊 我覺得倒蠻值得去觀察 在未來的一年之內啊 這些車子的一個銷售數字的表現 尤其就是這個雙B這兩台車 是最必須要拿來被關注的 最不得了 而且這次是這次的又一次 可財 我們要幫助 是四番三種鐘 在這次是小蠻值得去 Action